從公司的企業文化 一個企業要不同就是從公司的企業文化 它所衍生出來在這裡工作的一群人 就是不同的一群人 這不同一群人創造出來的能量 創造出來的產品跟服務它就會不同 品格擁有的是最重要的 其實才是專業 其實我們沒有人有資格去論定 你的品格好或壞 所謂品格我們是在找相同品格 所謂的簡單講在找對的一樣的人一起進來 才能一起做事不會互相拉扯 所以品格永遠是第一要件 在六素堂裡面 線上教育跟實體傳統有什麼差別 學英文這件事情 用線上學跟實體補習班學有什麼差別 請教教有什麼差別 這個我們不是在介紹產品 這是我要做這個教育產品的解禁動念 就是說以前傳統教育裡面 在一班裡面五十個四十個學生 老師教課 他不可能一個課堂裡面五十分鐘 用五十種教法教同一堂課吧 他就瘋掉了 不可能嘛 時間也有限 所以他只能用同樣一個方式把這個課教完 所以今天六素堂創立這一個第一個學習品牌 我們只是想要讓台灣的人 可以選擇自己一個想要真正學英文的方式 在五碗你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老師 你喜歡的教材 你想要在任何時間上課 透過任何的載具都可以 簡單而言之是這樣 所以他可以因為這樣而讓所有想學英文 只要你想學英文 你覺得我想讓英文變好 甚至你可能沒有想 我們就主動的當有能力有規模的時候 讓烏瓦這一個學習平台 讓全台灣的人都會講英文 讓英文變成台灣的官方語言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未來就算真的可以揚明國際的時候 我們要讓人家知道說 原來台灣有一個地方叫台中 台中原公司叫六素堂 但是回過台我們現在還是 離那個段路可能還很遙遠 但是或許我們很快就會到了 因為我相信我們成長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就是努力做 然後初衷放在心裡 夢想在遠方 就是這樣